那我之前有說 如果這些問題都沒辦法解決 其實我們會引用解析病 那為有不排除 用我們自己的車子來載 中午用餐時間 市長謝國良 邀請國道客運業者 來一場便當會 包括國光首都 然後還有福和 還有基隆 幾位客運的業者 大家一起來研商 如何在上班的尖峰 上班下班時間 要解決民眾排隊過久的問題 那我們這幾天 其實也感覺到很心急 那謝謝各位業者 大家一起來討論 我們現在針對就是 尤其是1815 還有9026 在人最多 我們俗稱熱點的這幾個站 我們會加開班次 專門去載這幾個站的民眾 當然這個還是要 公路總局的許可 才能做這樣子的特殊調整運營 所以我今天 確定我們的這個需求之後 我在今天最晚 我也要打電話 給公路總局的局長 跟他拜託 拜託說 請他允許我們做這樣子的方式的一種特殊 疏散我們的乘客的需求 那在下班時間 我們的幾個 包括南港展覽館站 我們也有得到這樣子的允諾 來加開班次 疏散我們的上班 下班的民眾排隊過久的問題 總之我們可以調性 彈性調整我們的方法 但我們的目的是要解決熱點 熱點就是排隊排很長的這些民眾 上下班的民眾的排隊過長的問題 我們要盡快來解決這樣子 一旁陪同出席的還有交通處長 近期國道客運運輸狀況 尤其是9026和1815路線 後車時間太久 引發民怨 經過市長謝國良和業者溝通 業者也有善意回應 這禮拜已經開始 七點過後到七點半 一定會固定加開加班車 而這加班車的部分 並不會從起點站發車 我們會針對這條路線上 三大重點的站 做加強的輸運 這樣子才可以降低民眾 等候搭車的時間 那這兩台車一定是空車過去 輸運這三大站 而這三大站是 附幼 樂立 還有長庚院站 那當然剛剛市長這邊也特別叮嚀到 就是說長庚院站下一站的 附警天下這社區 也有乘客需要搭乘 我們也會保留空位 輸運這邊最後一個站的乘客 可以趕快去上班 那不會讓他們又遲到 那最後這邊再補充 我們這邊針對 會侵蝕到轉運站的部分的問題 那我們現在 晚上原本只有到八點 但我們現在延長一小時 延長一小時 再轉運站 讓下班的人可以安心吃個飯 還有車可以搭回家 所以八點55分還有末班車 那本公司這邊也積極的在爭取說 之後9026路線全速進轉運站 那現在等待公文這邊回復許可 那一旦許可9026跟902A這兩條路線 我們會全速進轉運站 除了將支電公路總局局長之外 謝國良強調若輸運狀況再不改善 將採取下下撤 游市政府租用游覽車載民眾回家 那我說我會用我們自己的車載 那個是最後的下下撤 因為我知道這樣子跟公路法規並不符合 但我會用緊急避難來作為我的訴求 來阻卻違法來載我的自己的民眾載回家 所以我希望那是最後的一個手段 我們不需要做到那樣 只要公路總局協助我們可以彈性一點的 允許這些班次 我們就可以有效的載這些民眾回家 那我們也得到了這些客運朋友的允諾 至於彼此之間協助如何讓這個環境更好 我們剛剛也聽了一些意見 我們市府在未來也會思考 如何跟這個客運業者大家互相幫忙 讓我們在基隆更多的駕駛 因為現在最近不是沒有車 是沒有駕駛 那最近駕駛就是有很大的板塊變動 透過便當會和國道業者溝通協調 希望讓民眾上下班後車時間 能夠縮短讓民眾早點回家 記者黃少民 金融報導 我就是下班了 我可以看到